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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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儿 我累了 我们回家再聊吧 轩儿 你听我解释啊 陆轩 知情回来了 陆轩儿 是 我是没去美国 但是我是在国内谈成了一笔生意 下个月不是爷爷生日吗 我是想给爷爷和你个惊喜 改变爷爷对我的看法 当初你和我结婚 爷爷就不同意 这些年 爷爷一直都瞧不起我 我是为了证明我自己 所以 所以我就自己带人 去谈谈这笔生意 你要是不相信 你明天可以去张姐那里 看签的合同 光流水就上亿 爷爷看了肯定很高兴 那 那下不为例啊 绝对下不为例 雪儿 来来来 爷爷要是看到我 谈成了这笔生意 他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了 没事 什么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老爷子是突发心梗 必须马上抢救 你们去办手续吧 放心 有我在 住院手术先交十万押金吧 帮我交二十万 多的最后再退 对 我是不想看你来回折腾 反正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把爷爷治好 雪儿 这个时候你要好好保存体力 手术成功后爷爷需要照顾 我们得坚持到爷爷康复 放心 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雪儿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的 你要振作起来好好生活 你还有知情 还有我呢 小萱 姐爱 来 赵叔 往这边走 雪儿 姐爱 袁奶奶 你也多保重 诶 赵叔 去年我们做的那个生意怎么回事 还有那么多钱 林总 辛苦你来送爷爷 真的像传说的一样了 十五三 昨天 阿曼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我 你不需要 我 你们 我 跟 我 感谢您能来 我是 袁总 请问一下 洛娇在袁氏集团的股份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还有 以后的运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袁总放心 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 早就 看来还是袁总厉害 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怪不得袁氏集团 近年发展得这么好 明星 谢谢你来看爷爷 洛娇的基业 还有我太太 我都会处理好的 百佳佳 安排明总入座 各位叔叔阿姨 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 爷爷的追悼会 洛娇这些天很辛苦 作为丈夫的我 看着很心痛 但是有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陪他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佳佳 是骆天恒 自助你上的大学 在他的引荐下 你一步步成为 严氏集团的副总 今天你忙前忙后 也算是 不枉洛老爷子 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佳佳 你对知景的情谊 奶奶心里明白 想当年 奶奶一个人 从东北来到这封城 要是没有你身上这点劲 怎么可能带着严氏集团 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不过 我要提醒你 知景这个孩子 有点贪玩 都是我给惯坏了 不过 这个孩子孰轻孰重 他是分得清的 现在 严氏最重要的是 跟洛家联合 拿到洛氏的继承权 这样 我们严家才能和敏家 平起平坐 这个女人总又觉得 好严家来的 搞得她好像女主人一样 严家表面风平浪静 十字波涛旋復 知景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雪儿 不光是这洛雪 就算是 我说的是就算啊 就算是 雪儿出点什么事 知景也必须跟他家做联姻 也轮不到你 不过各位请放心 我和洛璇 一定会担起两个集团的重担 不会让集团在运作上 出现任何闪失 我在这里 带洛璇向大家保证 如果在此期间 跟在座的各位长辈 在生意上出现任何问题 请大家都直接找我 我一定带洛璇 马上解决 事者已是 生者如斯 洛爷爷 得高望重 他的突然离开 会引来很大的变故 要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 好多事情 一下子都没人做出 幸好有志景和家家陪着我 再好的关系 都得分清你我 你的就是你的 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爷爷 希望你在天上 也能看到我们这些晚辈 把家族的生意 发扬光大 如果不是志景 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对志景 有什么误会 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聊这些 以后洛氏集团 还需要你多多帮着 肯定的 这个你放心 多多保重 这里会安排人收拾 你是想先回家休息 还是我带你出去散散线 严总 公司下午有一个创意投标会 时间快来不及了 要不我找人 把姐姐和奶奶送回去 我想先回家 舒适一下爷爷的遗物 志景 你安排人送奶奶回去吧 雪儿 你自己能行吗 洛璇 我送你吧 我自己可以的 没事 顺路 严总 我们走吧 面心 老者的面心阴心是吧 你等着 等我继承了 落下的产业之后 看我怎么收拾 走吧 严总 又迟到了 我去卧室看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贴纸 你们以后谁抢到了 你就交给谁 交给我 交给我 白佳佳 她怎么会发来信息 爷爷的密码应该是 小轩的生 一点都不差 你那爷爷手机干吗 没什么 你怎么能随意翻爷爷手机呢 把手机给我 洛璇 你冷静点 你把手机给我 你把爷爷手机放给我 哎 洛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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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好意思 洛小姐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 要不然 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 对啊 才来找洛小姐的 要不您去再给她说 是她在玩 我们工作都没了 哎 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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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年家里有事 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见 洛璇 这是洛老爷子的 股权继承核 您看一下 你们找我是公司的事 是啊 公司的事 你们找知情就行了 洛小姐 我们找您 就是要反应啊 严总的事 对不起洛姐姐 至今哥哥对于你 至今上天花 没有他你一样 是洛家的大小姐 但是对于我 就是必须比 他是我能留在 这座城市的门票 有了他 我就可以和你 平起平坐呢 至今哥哥 我给你好了点粥 你先吃点吧 洛璇给我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叫我 我也刚睡醒 没看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搞的小动作 你先在这休息一下 我先去把账结了 少我的杠 你好 您这边一共消费 一万六千二百元 请问是早满还是刷卡 洛璇 可怜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刷卡 今天我白家家 就做一回善事 让你知道 你身边的男人 我当时真的喝多了 不然误惹这位姐姐 多有什么好处 老爷子没了 现在是关键时期 洛璇那边我也哄得差不多了 他也答应把洛璇的股份 转给我 这个时候 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对了 明天这套房子 直接过货给你 可是这个楼盘 不是我们跟洛璇 一起投资的吗 而且洛璇是大股东 只要你不再给我惹事 明天董事会议通过 洛璇的 不就是我的了吗 喂 神儿 你找我 我刚才一直开会呢 刚忙完 你在爷爷家 先继承合同 好 我马上过来 嗯 好 既然您已经签了字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洛璇集团 最大的股东了 如果以后 您还有其他方面 法律的事务 随时联系我 谢谢您啊 王律师 辛苦了 跟洛老爷子 合作这么多年 应该做的 您休息 嗯 王律师 洛璇集团的 继承合同签完了 哦 已经跟洛小姐 交接完了 具体的事宜 你还是问她吧 辛苦了 应该做的 你不能把股份 就这么转让给他们 你转让给他们 我们不就都回家去了吗 严总还没有 这世界管公司 最近港温已经开始 频繁交换了 尤其是我们财务部 还有他们法务部 莫名其妙来了几个新人 就让我交账 财务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我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 哎呀 老爷子 走得这么突然 我们说来问问阿琪 他们都说您同意 让严总机关公司 所以我们叫阿琪 带我们来见您 他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而且负责的 都是各个重要节点 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非常击重他们 还经常叫大家 来家里吃饭 各位放心 先回去安心工作吧 爷爷虽然走了 我还在 我是跟资金讨论过 公司后续的安排 但是还没有做 最终的决定 等这几天 董事会开完后再说吧 好 那我们就走了 那您先休息啊 你多休息啊 先休息啊 先走 神儿 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嗯 刚期完股份计程协议 阿琪 把东西收拾一下 神儿 别坏了吧 这段时间压力这么大 还要处理公司的事 以后 你就安心做我的好太太 其他的事交给我 若是几段股份的事 我想重新考虑一下 您那种事会退职吧 什么 你这转上协议怎么失效了呀 我刚才去财务金手续 让财务给对回来了 说是我们公司 现在没有权力 请转上协议 你这什么意思 给我开空头支票 不是你说话呀 你给我个解释 你说清楚 你给我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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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反悔 不想把股份传给我 他说他要去见赵叔 聊股份的事 你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吗 小姐 小姐 他现在情况相对比较危险 而且血液压迫了神经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需要回来 大概就在那 有什么问题 你得到我 医生说他现在情况很危险 恐怖受到了膜略的撞击 造成龙面出息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耽误手术的话 可能会成为植物 如果医院找不到家属 医院就没法给他做手术 可是 不签字的话 不是不签字 是找不到人签字 好了赶紧走吧 公司还有事呢 走了 严总 还没联系到病人家属吗 我打了很多次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 接着打电话 师姐 你在哪里 洛璇 你醒了 你是 我是敏总的助理 林渊 这里是敏试集团倾向的 封城来福市医院 你车祸后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 医生说 你能醒过来算是个奇迹了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情 董事长 我们已经尽全力给洛小姐做手术了 至于洛小姐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这就要看洛小姐求生的欲望 到底有多强烈了 你得早点醒过来 再晚一点 就一切都晚了 要不是我们明总签了字 你可能连手术都做不了 是明熙就躲 是的 洛小姐 当时我们刚好到医院 恰恰看到严总和白佳佳 从门口走出来 明总 要不要下去打个招呼 还是联系不上病人家属 那怎么办 她现在情况很危急 不用等了 她不会有家属来的 那洛小姐的股份呢 为什么洛小姐不在这里 阿七呢 我问你话呢 你说话呀 你在洛小姐的股份 被转移走了 我们封锁了消息 除了我们 没有人会来看你 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 我们只是想要救你 谁让你们救我的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爷爷走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没有了 落实的股份也没了 连爷之情都要抛弃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 就这么死了算了 你要把你爷爷 一辈子的心血拱手 想让给背叛你的渣男吗 你愿意看到你死后 严知情带着那个小三 逍遥快乐的生活吗 洛颖也一辈子的心血 在你一念之间化为乌有 看来我确实就错人了 清醒的是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严知情的真面目 现在除了我和凌云凌安 没有人知道你醒了 现在也是他们 最肆意妄为的时候 你要趁现在尽可能收集 一切有利于你的证据 你女孩六姬五八 要付卡信用卡 二九日十九十二十八 天在外面太热了 我先把船帘拉上了 我刚下飞机 就立马赶了过来 也许是爷爷 冥冥之冲在保护中 也许是老天安排明星来救我 但不管怎么样 我算是解回来一条命 既然我活了下来 就一定有让我活下来的理由 严知情 白家家 你们等着 我 莫凯 一定会把所有属于我乱家的东西 夺回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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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洛老爷子离世 洛氏集团内部一团混乱 自从洛老爷子离世 自从洛老爷子离世 虽然现在表面上我是洛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但是难以负重 不能马上进行人事调动 容易引起那些老头子提高警惕 反正现在洛璇在医院昏迷不行 洛家和严家早晚都是你的 不行就拖 拖到他们看不到希望 我就不相信那帮唯利是徒的老头子们会反对你 你最近有没去医院看看洛璇 他是不是还在昏迷 昏迷啊 我前几天刚去看过他 知情哥哥 你放心 即便是醒了 我能让他昏迷一次 就能让他昏迷第二次 严总 怎么了 没事 你继续 知情哥哥 外面怎么了 一会儿你去看看洛璇 是不是还在昏迷 明天吧 我一会儿得去看看奶奶 洛璇现在在医院昏迷不行 老太太都没人陪 我得替你多陪陪奶奶 嗯 即便是醒了 我能让他昏迷一次 就能让他昏迷第二次 喂奶奶 啊对我叫公司呢 您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来接你 哎好好好 好 啊对 最近也在公司呢 她说晚上找我们快吃饭呢 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让你给你带来 哎好好好 可以 我跟她说 好嘞 哎小妈 你让刘家送吃鸡过来 给佳佳补补身子 我们平时最看不惯白佳佳了 这是怎么了 奶奶 你吩咐我的事我都已经办好了 洛璇现在过敏不行 知情哥哥也当上了洛视集团的代理董事 那我什么时候 能光明正大的和知情哥哥在一起啊 佳佳 你再等一等 等我牢牢地把洛视集团掌握在我们爷爷家手里 我就让洛璇和知情离婚 好 奶奶 你对我最好了 哎呀 我手机忘带了 不行 我得回去拿去 我怕知情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奶奶 晚上我给你做到我的拿手菜 知情哥哥之前最喜欢我做的狮子头了 你还孕了 还做什么饭呢 原奶奶 哎 敏心 原奶奶 下午好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这不是刚回国吗 想在您家附近买栋别墅跟您做邻居 也方便跟严总一起聊聊业务 那太好了 房子看好了没有啊 还没呢 您是不知道 您的别墅局太大了 我都快迷路了 奶奶 你一会儿有事吗 没事的话 带我到附近转转呗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没事没事 我现在啊 就带你们到附近转转去 敏少爷 你还记得我吧 在洛爷爷的追到会上 你不是严总公司的人吗 怎么在人家家里 他呀 是特地来接我出去逛街的 小儿不是生病了吗 出院了 我这个老婆子也就没人管了 知景啊 他孝顺了 特地让他们公司的员工 来陪我的 他无聊 颜奶奶 你看那种 您说那几道户型有泳池吗 那边的户型啊 是没有泳池的 有泳池的都在这边呢 哦 您姓白 你不是严氏集团的副总吗 怎么亲自来陪颜奶奶 奶奶 那我们看那边吧 好 这一期间你从突然来招奶奶 这不像敏细的做事风格 难道落雪 奶奶 既然有名字陪您 我就先不陪您去逛街了 正好公司有点事要处理 我先回去处理一下 好的 佳佳你去吧 去忙吧 这套就有泳池 这命儿的户型啊 都有泳池 挨家家一离开 坐个眼 那边的户型啊 都是没有泳池的 这边的户型都是游泳池的 我带你去看看去 行行行 那我们去看那边呢 就这儿了 对 这个户型啊 就有你说的游泳池 来我们进去看看去 封城的大小姐 会混到这种 咄咄苍苍的地步 可能连一个朝九晚五的 上班族都赶不上 没错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活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私下所幸说 你走 只有自己知道 陆转我来看你了 好点了吗 看来是我们太敏感了 陆转 你就在这儿好好躺着吧 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 陆转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事 哎呀 你少说两句 你没去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谢谢你们 今天要不是你们 要不是我们 你早就被他们躲在院子里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 要不是我派林渊跟着你 真不知道你会捅出什么乱子 记住了 不要再去打扫行事了 现在我们要一步步搜集证据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走了 万一那个白小姐回来怎么办 你 躺这 我 哎呀 哎 坐下 坐下 躺下 好好享受吧 哎 别乱动啊 别乱动 等我们回来 林安 嗯 这里是一个秘密的画室 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我让林安查到了 严知景和白家家他们四会的住处 就在对面亮灯那个房间 我把这儿买下来了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给你备好了洗漱用品 里面有卧室可以休息 你为什么要帮我 严知景 我不喜欢 老大 目标出现 在我昏迷的时候 曾经无数次想象过严知景出轨的画面 也会自己可以坚强地面对 可就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还是无法平静 也许这就是一个女人 深深爱过之后的样子 你要干嘛 证据已经摆在眼前了 我现在就要离婚 洛雪 你冷静一眼 她现在巴不得跟你离婚 但是现在离婚了 你肯定会后悔的 因为你失去的 远比你想象的多 你不要忘了 落实集团里 你不是无准的战 除了我 还有几位一直跟随爷爷的董事 都是举送轻重的 你是说 赵叔 我们已经有了洛天恒给螺旋20%的股份 但你想要成为实际控制人 还需要至少30% 只是一个代识的协议 其他股东可以不认得 那我们就需要 拉拢其他的股东了 刚才赵叔给我打电话了 他表示支持我们这边 赵叔 他不是洛天恒的合伙人吗 他们关系可不一般 就算其他股东都支持我们 我觉得他都不一定 你别把所有人都想得这么伟大好吗 在绝对利利面前 那些唯利是图的人 都抵不住诱惑的 我才是掌握 封城商业帝国的继承人 可即便有了赵叔那20%的股份 再上我们20%股份 那也还是不够呀 敏西 奶奶跟我说了 在洛璇生死未果的情况下 敏氏只有跟我们强强联合 才不会被淘汰 不然到时候我掌控了洛氏和严氏 就算他敏氏再强 也抵不过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他 就昨天 敏西带着那俩根屁虫 突然来找奶奶 说是要跟你做邻居 方便你们做生意 我还以为是洛璇醒了呢 吓得我 这个敏西 果然很狡猾 知道我们严家现在奶奶最重要 直接绕过我去找老太太去了 我这就去会会的 您好 这边请 林总 休息还忙工作啊 来 尝尝这个 怎么 不喜欢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我奶奶开的火锅店 旁边的那家包子铺 你最喜欢吃的 这个 严总今天不是来找我徐秀的吧 那我就名人不说暗话了 我想要你手里落实的股份 10%就行 我给你严氏10%的股份 这要明示在三大家族都有股份 何乐而不为呢 20% 我只要你10% 你管我要20% 这不太合适吧 今早开盘的时候 你们两家的股价都有下跌 现在洛家的市值是你们严氏的两倍 原来这个家伙早有准备 我还真是低功他了 不过 这样算倒也不亏 这生意不亏 只要你得到我这里的10% 加上你们严氏集团持有的落实股份 你和洛璇又是夫妻 在洛璇昏迷期间 你就可以掌控整个洛氏集团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妻子洛璇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爷爷去世后 公司内部有些混乱 洛氏集团不能群龙无首 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掌控局面 按照集团惯例 我们投票表决 得票股份大于等于50% 就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好吧 咱们开始发表意见了 那就 先从明总这开始吧 既然袁总作为洛家的女婿 自然有资格成为公司的画室 我没什么意见 听听大家怎么说 我认为 现在决定 谁掌权这事 还维持上早 咱们再等等吧 洛璇现在在昏迷 但我相信 他很快就能醒过来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咱们再意也不迟 集团利益不差这几天 可是洛璇他还在 先横刚走 璇二又遇见这种事 咱们在这 就这样把公司让给别人了 这是要让洛家绝后啊 赵叔 怎么就绝后了呢 璇二是我妻子 他现在还在医院昏迷 我来带他管理公司 不是很正常吗 言之警 你姓言 不姓洛 想当年 我跟洛天恒打天下的时候 你还穿开裆裤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算法 你们严家这几年发展是不错 取了璇二 是你们严家走的最漂亮的一部级 但是 只要璇二一天还活着 你在我们落实 永远是外野 今天 我不投票给你 我看看 哪个别毒的敢站出来为你投票 这个老不死的 看白味道 我都说了不要相信他 他肯定不像着洛家的 不过这个老东西倒是提醒了我们一点 只要洛雪一直昏迷 那你就是代表洛家的唯一人选 行什么你洛雪一生下来 又高高在上 凭什么你可以不用努力就能得到一切 凭什么 我白家家就是要打破这个固化的阶层 今天过后 洛雪集团就是我跟炎之井的了 小刘啊 抓好床的病人换药了 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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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是我白家家亲手让你和爷爷团聚的 你不用感谢我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是井哥哥的 洛雪 怎么样 洛璇还在昏迷吗 他这次要永远昏迷了 我亲眼看见他的心电图 变成了一条直线 怎么了 舍不得你老婆就这么走了 怎么医院还没给我打电话 现在是晚上 值班的医生可没你想到那么负责 之前哥哥 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老大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洛璇的手机也修好了 洛璇 所有的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不用再多多脏脏脏的了 洛爷爷的手机已经修好了 上次不好意思 老大 赵叔已经准备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颜知情很快就会收到消息 喂 赵叔 洛璇他怎么了 志性哥哥 你什么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取我来 喂 赵叔 这个老家伙 让我马上赶去医院 虽然语气很着急 但对我还是很恭敬的 这帮老东西 什么同生共死的都是屁话 眼前的利益才是真的 你等我消息 你 老 洛璇 志性 你 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我醒过来了 教室告诉你们的 我 我昏迷了多久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怎么了 你好像看到我醒过来很惊讶的样子 不 不是 你昏迷了这么久 怎么突然说醒就醒了 我也不知道啊 感觉有人在我旁边摘掉了什么东西 然后呼吸就特别顺畅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后来医师和护士都来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以为我死了呢 雪儿 你刚醒过来 身体这么虚弱 你应该在医院好好休养 这个赵叔也真是的 严总 我刚打电话还说呢 雪儿这边有消息了 本来啊 打算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你先到了 是 醒了就好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吓得我赶紧赶过来 既然雪儿已经醒了 那大家就没有必要纠结谁掌权了 是不是严总 雪儿 你也累了吧 你先带她回家 严奶奶也想你了 这后面的出院手续我来办 那麻烦赵叔叔了 你们小两口好好过 别再让我这个老头子 再为你们操心了 你去哪儿了 我正给佳佳打电话 问你去哪儿了 怎么给佳佳打电话呀奶奶 洛璇出院了 我是去接她 佳佳是公司副总 不是我秘书 你不要什么事 奶奶 我好想你啊 玄儿 我也好想你啊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晚上想吃什么 奶奶给你做 只要是奶奶做的我都想吃 我又回到了这个家 这个曾经我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晓儿 来 付点澄汁 现在 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 更像是博物的陷阱 来 多吃点啊 明西说得对 跟任何人都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既然我回来了 就得把这个距离再拉回来 对我是安全的 对你们 是危险的 就这么离婚太便宜了 既然我回来 就让你们看看 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关机 老大 难道 洛小姐才是你这次回国 真正的目的啊 怎么问题那么多 老大 新三洛小姐就没有危险了吗 用不用我继续守着 暂时不用 严家还得反应几天呢 你们俩也辛苦了 回去好好歇歇吧 后面还有硬帐要打的 对了 有一个升职的机会 你们 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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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就在这儿闹吧 今天谁吃得多 这个几乎我就给谁 老板 再来十份牛排 十份打动 我要十份 严致记你什么意思 不接电话不回消息 你是准备当上计程人 就不要我了呗 你要是敢搁完失踪的话 你信不信往肚子里的孩子 一起失踪 不说话什么 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 你把话说明白 你倒是给我解释 他们闹够了没有 志景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俊佳 你没死 说什么胡话呢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让我看看要不要去医院 现在医院那边我可熟了 没事 我就是跟严祖在公司里 起了点争执 没关系的 这样 志景 你也别生气了 我始终没有吃到 你做的水属牛肉了 希望你下手好吧 你就不能让张阿姨去买了 外面买的 哪有你做的好吃啊 行 我的好老婆 我这就去给你买 最好吃的牛肉 难怪尹之景一直不回话 原来洛璇没有死 不过 看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能打草惊声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是亲眼看见他 没心跳了吗 我是亲眼看见的呀 包括之前每次去看他 他都在昏迷 不可能突然醒来啊 好在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只能哄他 把洛璇和留下来的股份 转开过 那我呢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光明正当地在一起 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 难道就不算你们严家的人了吗 你别急 老大 和王总合作的项目 他非常满意 他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抢占市场份额 我们之前投资的 视频直播方面的项目 都已经播放下过亿了 老大你看要不要追加投资 喂 洛璇 你别急呀 奶奶昨天晚上 跟我讲了一个新的计划 若我寻回来 并不影响我继续转移 落下财产 那我弄得差不多了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奶奶奶奶 又是奶奶 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呀 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计划 你都听到了吧 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 随意转移公司财产 这肯定够成犯罪了 你现在切记要稳住 先收集他挪用公司财产的证据 不让他毁了爷爷的心血 怎么样爷爷 我是不是比您的亲孙女 一点都不差 洛璇 喂 洛璇 喂 洛璇你在吗 喂 之前哥哥 你有没有觉得 闽西对洛璇有点意思 我看他之前 多少有点故意谢殷勤 这个 奶奶跟我说 闽西和洛璇好像在谋坏什么 好像是针对我们严家 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 这个你放心 有奶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 您好 您点的外卖吗 我该回去了 不然洛璇该起疑了 还有 洛璇 这种错误怎么能让您来呢 我 我开门去 沙爷回来了 雪儿 我把牛肉买回来了 你看 雪儿 敏仑 袁总 哎哟 洛璇 你拿这刀干嘛 这些粗活累活 你交给夏日去做不就好了 哦 你原来是想亲子 给我切西瓜吃啊 哎哟 这大西瓜 袁总 西瓜选得好啊 林总今天来家里 是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们家洛璇 谈点生意 我们先失陪啊 你那天把手机扔出去 就是因为看到了白家家发给爷爷的照片 当时我是怕你受不了打击 现在你亲眼看到了他俩的事 到时候出庭 手机上的这些照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肯定是他和白家家害死我爷爷 友谈越大交越一样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去四铺里毫无意义 反而会让他们警惕 我们也不容易找到更多不利于他们的证据 你要记住 你是落江的孩子 落江的孩子不会这么冲动吗 哎呀 袁总 哎呀我来就行了 这么客气 来坐 袁总 你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刚才啊不是有意逗你们家落悬的 毕竟这是一个赚钱的大项目 我可不能拿咱们家族之间的感情来做筹码吧 什么项目 我看看帮你想想办法 袁总本来打算和我们落实合作一个大项目 但是爷爷更过世 我又不熟悉公司的业务 所以 来跟袁总商量一下项目的细节 袁总 吃块西瓜 待会尝尝我做的水煮牛肉 今晚可不许走啊 明总 好不容易来一趟家里 来 不用客气 是 来 目前看来 这么大的项目 还是只有你们落实接得住 我一直也没有接受公司的业务 特别是你们明氏这么大的投资项目 我肯定做不好的 哎 我可以帮袁儿照看这样 毕竟 咱们岩氏也是有这个实力的 可我们之前都没有合作过 敏氏集团一直也都是跟洛爷爷合作的 况且还是这么大的生意 没有合作接触 我还真不放心 我跟志景结婚之后 很多实业方面的业务都转到严实那边让志景负责 我们洛氏也就负责一些投资 担保 监管之类的 这么说 洛小姐是非常信任严总了 严总 这么好的媳妇你可不能辜负她 换做是我 我得天天供着 这就是个财神爷 来来来 敬你和夫人一杯 来 来 敏总 别客气 夹菜夹菜 来 你们投资的项目是什么 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AI无人驾驶的新能源车项目 项目规模也就在五个亿左右吧 敏总 你看 洛爷爷肯定希望看到我和洛璇 把洛氏发扬光大 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合适不过了 咱们要是合作 那肯定是双赢的 不不不 三赢三赢 你觉得呢 回头再聊吧 先吃饭 好好好 来 敏总 期待与你合作 雪儿 来 敬敏总一杯 来 敏总 明总 慢走啊 明天早起还有事 我就先告辞了 方便的话 是不是带我去他爷爷家吧 雪儿 我送你去 别耽误明总明天的事 没事 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洛璇呢 刚才敏西来家里吃饭 吃完饭两人一起出去了 不过后来敏西 打算和洛氏合作的项目 又要给我的意思 流水 估计五个亿 五个亿 都五个亿了 你吃那蚊子醋呀 别说是两个人一起出去 就算是两个人 真的有那个啥 你也得装着没看见的 哎呀 你可是没过过苦日子 奶奶年轻的时候呀 你曾爷爷 能因为两个馒头包给卖了 你这个呀 都不是事儿 再说了 家家已经怀了咱家的孩子 这洛璇呀 就没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 把洛家的股份拿到手 让我们严家 成为封城的第一大家族 这洛老爷子呀 一辈子的心血 都在洛璇手里了 这点气 你都受不了 哎 没点气量 还想做封城的首富 你呀 小崽子 你还嫩点 人可以不要 那是洛氏集团 为我严加莫属 家家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发现知景出轨了 这是他出轨的证据 不会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想过 知景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姐姐 你可得帮帮姐姐 我现在只信得过你了 嗯 好 怎么不打开看看 啊 好 打开 放心吧 我帮你 嗯 没想到这摄影师还真厉害 装发得很成功 带脱你了 严之间 你跟我说清楚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在收入联接厅 拨接电话是吧 行 白总 严总呢 你是集团的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抢男人 白总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是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惹谁不好 你偏偏惹到我头上 今天就打死你 让你知道什么样子 才叫对 你跟我抢男人 你这样见没有 你长什么样子 啊 真的够我吗 你都打死了今天 干什么 你不好好说 不要动手啊 放你手 不要动手 你算什么呀你 这是我公司 帮你替身 行 跑失败 跑不掉吧你 跑 打死 不要打死你 林总 我听说合同 你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我马上就到公司了 下次合作 为什么 什么 林恩被打了 颜总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 给个说法吧 真是抱歉啊 林总 我会好好管教他们的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说 贵公司如此混乱 还有人敢在工作期间 打架斗 这样的公司换你 你还合作吗 林总 这种事情 也是头一次 在公司发生 头一次 白家家相遇 你俩许人士不叫私职系 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不是集团的员工了 颜总 能不能别开除我 你凭什么开除我 颜知景 如果这一次因为你们 公司受到了损失 就不是开除你们这么简单了 滚 看什么看 不用工作了吗 林总 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颜总确实是一个杀法果断之人 既然颜总身边的女秘书总是惹事 那我就把林安安排到你这儿给你当秘书 这事就算过去了 老大 林安可是敏西身边的大红人 敏西竟然把林安安排在我身边 肯定是想和我合作 派个人盯着笑我 颜总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我也不是喜欢勉强别人的人 颜明总 我身边正好去个得力干将 去让林安在我身边做我的秘书 颜安秘书 赶快办入职吧 颜明总 那项目 回头再说 颜总 灵溪今天 来公司谈了 上次说的项目投资的事情了 中间出了点小状况 没有继续谈 她就走了 雪儿 要不 你约下她 看她什么时候来家里 我给她做水煮牛肉吃 我听说你今天 把白杰家开除了 是 当时我没在公司 她没处理好这事 我回来一生气 就把她给辞了 佳佳是我的好姐妹 你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呢 雪儿 你渴吗 我去给你倒点水吧 你明天把佳佳叫来家里 吃顿饭吧 你这么说开除就开除的 我得替你安慰一下她呀 这 这不太合适吧 毕竟她现在 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雪儿 那好吧 那 那敏昕那边的事 等明天 家纪来的再说吧 姐姐 听说昨天只请把你开除了 你可别生她的气 她肯定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 你怎么光吃这些呀 来 尝尝这个螃蟹 特意为你准备的 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怪颜总 我替之景给你赔个不是 之景就是这个脾气 也就是我跟奶奶能够相助她 这到了外面 她也不是所有人都放在心上的 来 我们俩干一杯 这事就算翻篇了 好吗 怎么不喝呀 家家 是不是还在生你解夫妻啊 太凉了 也别光喝酒了 来 去菜 来奶奶 尝尝这个螃蟹 特别好吃 至今也吃 家家 来 这是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 尝尝我们家张姐的手艺 特别好 其实休息一阵子也好 正好我刚出院 也需要多出去走走 就是啊 从明天起啊 你就陪雪儿多出去走走 就当是出门散心了 好 那我就多陪陪姐姐 好啊 那我们明天去爬山怎么样 后天可以去攀岩 大后天会有个特别想去的蹦迹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家家你还怀着孕呢 家家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都不告诉我 孩子的爸是谁啊 怀孕 怀孕都能让你继续呜呜 说明这个男的他根本不爱你 是个渣男 家家 你条件这么好 这么年轻 这么优秀 你别以为这样 已经耽误了自己 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去 把这个孩子拿掉了 好吗 我们是这附近 一个特别好的妇产科医生 今天过军来的姐 奶奶 洛雪 弄够了没有 家家怀的就是我们 严家的孩子 怎么了 家家怀的就是我们 严家的孩子 怎么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是因为你刚出院 没好意思告诉你爸了 你的孩子 什么时候的事 我住院的时候 不对 那就是我住院之前了呗 你跟知情那么长时间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不怀孕 也不让别人怀孕 奶奶 你少说两句吧 既然奶奶也赞同 自己的孙子出轨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严奶奶 曾经我以为 除了爷爷和知情 他就是我唯一的信任 不知道为什么 他身上有一股 不服输的家 跟我特别小 可直到今天 我终于亲眼目睹 在孩子面前 我在他心里 原来什么都不识 既然这样 那对不起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学 我怎么不记得 我签过这份协议 严总 你在医院昏迷这么长时间 没人管理公司 落实还有这么多项目 等着签字 我也是 无奈才这样 这份协议的签署 不是我本人的意见 严知景甚至违背 我的议员 签署公司协议 我提议罢免 他的代理董事长职务 不知道各位长辈 有什么建议 考虑到协议的真实性 罢免严知景没问题 但是 谁来顶替 落老爷子的位置呢 雪儿是落家 唯一合法寄生人 我建议 由雪儿顶替 这些年 一直都是严总 在帮忙打理落家的 大小事务 我认为 还有待商劝 没错 这事啊 就应该谨慎点 毕竟 有关落实的未来 其实无论是公司管理 还是业务能力 我都不如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还是希望 能够多向经书 全书二位学习 一起管理公司 毕竟 爷爷在事的时候 二位都是公司的 中流砥柱 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 还是投票表决吧 同意落悬当代理 董事一职的举手 表决超过半数 在这里 我们恭喜洛小姐 成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 我要忍住 不能被自己的愤怒 坏了大事 小儿 我知道做出这种事情 很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 本不该求得你的原谅 我也知道 我可以原谅你 那孩子的事情 你必须处理好 你的意思是 让他把孩子打掉 奶奶年纪大了 他一直想抱个虫孙子 你非要跟爷爷赞助的 大学生扯上关系 你知道这样会对 落实的生育造成 多大的影响吗 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你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白教教 我希望你都会让我失望 你说什么 打掉孩子 现在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利 我不能惹洛璇 洛璇让你这么做的 反正你先把孩子打掉 等这个项目结束 咱们再要 打掉孩子可以 给我一千万 什么 要不留住孩子 要不给我钱 你自己选吧 白佳佳 你别得寸禁止 这个孩子 你必须打掉 那我们走着瞧 明总 我来是想和明总 谈谈项目上的事 我认为严氏集团 也是有能力 接这个项目的 希望明总 给我们一个合作 共鸣的机会 严氏集团 这几年在严总的带领下 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明总 看看在项目上 还有没有什么顾虑 不知严总对 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 有多深呢 这个 就交给下面的人做吧 我只负责谈业务 毕竟人工智能 也是刚从国外 研发不久的 国内了解的人 少之又少 既然严总不了解 这个项目 那我为什么 要交给你做呢 这 你可以不懂 但你得找一个 懂的人来跟我谈合作吧 懂的人 我不认为严氏集团 有能力接下 这么大的项目 当然了 如果有落石集团担保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 林总放心 落石那边已经原谅我了 没问题的 你自己考虑吧 我还有事 就不送你了 延迟景刚找过我 说你原谅他了 你手里已经掌握了 他出轨的证据 落石也重新回到你手里了 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呢 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 我要让他体会到 我的痛苦 你就不能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 你不是我 你没体会过我失去的东西 你也没资格要求我 你变了 洛雪 雪儿 大周末呢 还在忙啊 佳佳那边的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那这事我就送过去了 敏锡那边 很有意想和我合作 但是 她想让落石集团做担保 那个AI的项目吗 可以啊 我没问题 赚钱的事谁不上心啊 但是 她又提出一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 她说要找一个 懂人工智能的人跟她谈 我这上哪找啊 这个项目国外也研发不久 懂的人都在国外呢 你不是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在国外学这个吗 你可以把她叫来试试 不行 她仍还在国外呢 就把她抢望 严家继承人的位置 叫她回来岂不是 你等项目结束了 再给她送回去不就行了 先解决眼前 和敏锡签约的问题吧 哎 雪儿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要是没有你 这项目我肯定接不到 啊 雪儿 那你先忙 记得休想 张姐 帮我把我的早餐打包 白佳佳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来我家的 哎呀 奶奶做的早餐真丰盛呀 姐姐要不要尝一尝 是夫人打电话 让白小姐过来的 说这段时间呀 不是让她在这里养胎 哎 一个姑娘家 一点廉耻都不知道吗 没办法 母 平 子 贵 你以为有奶奶 你以为有奶奶叫着你 我就不敢担你怎么样 奶奶 你还有脸叫 你给颜家做了什么贡献 是 你是洛家大小姐 可颜家也不差呀 局你进门不是让你来这儿 作威作福的 让你干什么自己心里没数吗 爷爷当初那么器重 一路自助你读完大学 为的就是你出来能够帮助 颜家继续发展 你就是这么高恩呢 就是因为洛爷爷 才让我看到你们的世界 才让我明白我白家家 就算努力十辈子都赶不上你 如果能够重来 我宁愿洛爷爷 不要自助我走出这个村子 因为我一旦走出来 就回不去了 爷爷之所以会自助你 是因为你是当时 你们现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你就不能靠你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吗 我还不够努力吗 我一步一步 坐到颜氏集团副总的位置 还不是被人家一句话就开除了 我白家家今天就告诉你 以后颜家的财产 必须我白家家一份 就比我肚子里的孩子 颜家我注定了 以后我就安心在这 做我的颜家少奶奶了 你好组织吧 少奶奶 哦对了 享好平分颜家的财产 可以 前提是颜之锦 是颜家的继承 这怀孕前三个月啊 最关键了 你一定不能剧烈运动 奶奶 还要多 奶奶 我的大宝贝啊 奶奶 我想死你了 奶奶也想死你了 要不是还有学业没完成 我恨不得天天陪在奶奶身边 这个小丫头 这个真甜 姐姐好 我是白家家 你好 我那边有些行李 麻烦你帮我送上去 顺便不下床 志锦啊 你把箱子拉上去吧 佳佳都怀孕了 弄着干什么呀 快去啊 银河啊 她是白佳佳 是我的干孙女 就是之前老洛兹住的大学生 奶奶之前一直跟我提起你 还让我特意把房间收拾出来 要不带你去参观参观 谢谢妹妹了 不过下午公司还有点事 要过去一趟 好吧好吧 你去吧 等你回来啊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奶奶最好了 这是在外面受什么苦了呀 这么瘦 别和美女说的那么难相处啊 白家教 你还敢上这里闹 放开 你在干什么 你给我放手 你给我放开 佳佳 你没事吧 你这个畜生 来 佳佳 没事吧 来 坐下 佳佳没吓着吧 没事吧 干什么 对我拿掉孩子 什么 严知己啊 你敢 我这也是没办法 不打掉孩子的话 你给我闭嘴 佳佳的这个孩子 必须给我留住 这点事你都办不妥当 以后 严实集团怎么交给你 来 佳佳 不怕啊 奶奶保护你 我这做了半个多月呢 可有名了 洛璇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家 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胡说 堂堂的严家别说 什么事要成了你们家的了 您可以去看看 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 少拿骆天横来压我 你和知景结了婚 这个房子就是你和知景的 婚后共同财产 严知景和奶奶 您可以留下 你给我出去 姐姐 家家都已经怀孕了 你怎么就没有跟她 姐姐的样呢 姐姐 我认她 她认我吗 你 你是想把我给我气死啊 你 我不活了 我现在将就上吊 我死给你们看 你们 你们 够了 我走就是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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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走的人都走了 咱们也走吧 阿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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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严氏集团现在缺一个副总 我看你不管是执行能力 还是思维逻辑方面都很适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 当然了 如果严总不同意的话 明总 公司副总的位置上 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 银河他在国外还有学业没完成 等他度进归来 咱们再做打算 雷安项目 现在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正好有几个大学同学 现在正在做这个项目 如果有学业 今天开会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既然公司的副总还没有定下来 我觉得银河非常合适 就这么定了 知己根本就不是落旋的对手 只有银河 才能让严氏和敏氏联绳 慢慢吞臂落实集团 你不是怀孕了吗 你不是要打掉孩子吗 这样运动 孩子掉了不是更好 你能不能别闹了 因为你 我现在不仅得不到落实集团 就连严氏集团我也插不上话 那是你和别人的事情 孩子我可以打掉 但是钱一分也不能少 否则 你这两年的事情 我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别生气 和敏氏合作的项目 我们已经签约成功了 咱们就等着分钱吧 你少给我在这话别 现在严氏集团 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到时候能不能分到钱 都还是未知数 我要是看不到这一千万 你损失的可就不止这个书了 找我什么事 看见了吗 转角的那家火锅店 是以前你奶奶开的 后来转给了别人 我听奶奶说起锅 那是你和颜值锦开始的地方 听说你刚回国 就已经签下五十亿的大项目 还成为颜值锦团的副总 恭喜啊 这不得是你和明总的帮忙 就凭我自己 怎么可能从颜值锦手中 拿到一点管理钱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从能力上来说 你才应该是颜值的继承人 而且我相信 如果你成为了颜值的继承人 对落实的帮助会很大 奶奶叫我回来当副总 应该是为了制衡落实 家里出事了吧 我和颜值锦是同夫一名 但是知锦的母亲 一直让我远离家族期 我言不下这口气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我可以帮你搞垮颜值锦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伤害奶奶 要不是奶奶一直护着我 我早就被颜值锦的妈妈 给意外死亡了 你放心 我只想它会属于我的东西 当然 你的东西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夺回来 那我们就是盟友了 互帮互助 找我 我刚才问了财务 民事给咱们公司打的项目 听听到了 公司别的项目有资金缺口 能不能先挪用一下定金 公司规定 转账这事 是要我和副总共同签字 财务才可以转账的 这次我不能签 你是公司董事长 这笔定金怎么分配你说了算 只要能保证我的项目顺利听行 资金链没断就行 行 那我就不麻烦你签字了 回头我让财务给你打个电话 你口头答应就行 嗯 钱收到了吧 你答应我的事呢 什么时候吧 明天我就把孩子打掉 颜总 这是公司员工上个月的报销款 您看下没问题的话 我拿到财务报销 怀孕了 还能去喝酒 泡温泉 哎 小丽雅 我记得你去年生过孩子吧 想问问你 怀孕了能喝酒泡温泉吗 平安 放我去来福士医院 调一下家家的就诊记录 我好帮他抓药胺 是 奶奶 你怎么来了 听说米氏转过来的定金被转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说公司其他项目 最近周转不开 就先借用一下人工智能的定金 我劝了他 可是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这个小兔崽子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什么都办不好 还总贴乱 白家家 你别让我找到你 你给我好好说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我在家都听敏锡说了 敏锡 他怎么跑我这儿去了 你别把话题岔开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 不然的话 对你 为严家 都是个大麻烦 奶奶 来 你先坐 这个是啊 就是去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 缺点流动资金 我就先用定金把那个缺口补上了 肯定不会耽误咱们新项目进行的 别看我平常不来公司 公司有一点风吹草动 我都了如指掌 什么去年的房地产项目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 不然的话 严氏的股份 你一分也别想得到 白家家他要打胎 他逼我给他赚钱 你非得要让白家家的孩子砸掉吗 奶奶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奶奶 如果敏锡项目的定金 没补设 会怎么样 定金利用一部分 是项目启动自尽 如果一周内项目不能正常筹备 属于违约 严氏集团会背负天价违约金 你放心奶奶 我会想办法的 你想什么办法呀 错又不在你 严知景 如果这件事情你办不好的话 以后 严氏集团就跟你没有半毛关系 不动气啊 一和 幸亏你回来了 严氏集团有你 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奶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严智景 你还不赶快 别动气啊奶奶 把钱给我要回来 你还不快滚 你赶紧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没事的奶奶 我会想办法的 会好起来的 您好 您可以让步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可以让步 并且不及 您好 您可以让步 并且不及 什么 他欠你一千万 你个死丫头 好几年都没回来 上周 我找他要他弟弟的结婚彩礼钱 他说没有 结果连电话都不接我 到现在我都没联系上人 你是他妈妈 我找不到他人 就得从你这里要钱 你说他借你钱 你有凭据吗 无凭无据 我还是得欠我几千万 走走走 别耽误我做生意 不行 我今天必须见到他 鱼章干嘛 老板 一千万的房产抵押 可以办吗 可以啊 还款期限是五天 如果五天之后 你还不少 那房子可就归我了 行 快的话 三天就可以 陆小姐 我有义务告知您 AI的项目定金 已经被转走了 您作为担保方 可能会承担一些 后续的法律责任 没想到这么快 严治庆已经查出来 白家家没有怀孕 现在已经联系不上 白家家了 查一下 白家家老家的定局 是 白家家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上大学 你贪过一分钱吗 总之你要是 不拿钱出来 我就把你交给 一个姓严的 你看着笨吧 小姐 别看了 我一个人来的 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劝你回头的 严治警罗洞的公款 都在你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 只要你答应把严治警 转给你的钱交出来 我就可以当做 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过 我的钱都是我自己 凭本事赚来的 你自己老公管不住 凭什么把我水在我头上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你不该过这样的生活 女士集团的项目定情我已经补上了 为什么二期款还没补过来 技术部门出了点问题 估计要下周了 下周 按照合同 他们昨天就应该把钱打过来了 这 这太随便了吧 你不要很随便地把钱转走了吗 我 我呢是因为公司的另一个项目 因为是前期资金不足 导致的技术部门出现问题 从法律上说 他们并没有违连 所以只能慢慢等 喂 李哥 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好 李哥 我公司资金周转 出了一点问题 袁总 你之前向我借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看这事 怎么办吧 李哥 我多给你一点力气 再宽下我两天 一天 这 要是明天之内 还还不上利息和本金 那套别墅就归我了 来 喝茶 哎呀 哈哈哈哈 洛儿啊 你现在的球技是突飞猛进的 再练几个儿 恐怕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还不是赵师您教得好 洛小姐 银之锦心神到了 再 什么事啊 公司有个项目 资金链出现了点问题 能不能先从洛氏 周转一千万给我 什么项目啊 我怎么没听银河说过 是他回国前的一个 房地产项目 你也知道 现在三线城市的 洛氏的项目为款 大部分还没有收回来 再说了 我刚接手集团 随便能用公司的资金 其他股东会怎么想 严氏不是跟敏氏 合作了一个几十亿的项目吗 现在严氏的股份 肯定很值钱 如果严总 肯让我这个老头子 摸点小力 这个忙不是不能帮 赵叔 有什么事 您说 把严氏的股份 再转让点给我 转让股份 好了 奶奶 您多休息 别轻易动怒 奶奶 严总好 我给你买了 你最爱吃的火龙果 奶奶 奶奶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是我不对 不应该轻易相信白家家的 以后 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 好好好 不提他 不提他 来 奶奶 奶奶 你能不能 先过激一份股份给我 要是没有股份 我现在在公司 一点主动权都没有 这个项目最后的利益 可能就被洛选给独占了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严氏集团有银河在 我完全不用担心 会被独吞 至于股份嘛 现在给你 还不是时候 知情啊 我为了让你当上 严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付出了多少 你怎么就不明白 奶奶的两口用心呢 我知道 银河妈妈的死 与你无关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银河这次回来 你要好好地 配合她的工作 还要忍受 她对你的仇恨 我老了 是指望不上你了 有银河的一份 才有你的一份 严氏集团 才有希望 奶奶 我只要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为了还这一千万 我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要是这个钱还不上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呢 奶奶 你这个逆子 你给我捅了那么多篓子 我是不会管你的 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滚 你给我滚 滚啊 奶奶 奶奶 你怎么了 奶奶 今天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这是灵安收集到的 关于奶奶的录音 你不是答应了 我不会为难奶奶吗 你听过就知道了 我有事 先走了 我为了让你当上 年始集团的继承员 我付出了多少 你怎么就不 滚滚奶奶的良苦用心呢 我知道 银河妈妈的死 与你无关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银河这次回来 你要好好地 配合她的工作 还用什么事 她给你的仇恨 我黑了公司的网络 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 关于严奶奶的证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洛小姐 安排我帮你复仇的 民总早就发觉 严氏这几年 发展的速度和实力 不成正比 让我暗中收集 严氏这几年发展的内幕 照你这么说 洛璇将要夺倒 严氏集团了 没错 本来洛氏和敏氏 就拥有严氏 30%的股份 加上赵收给的10% 他现在已经是 严氏集团 最大的股东 而且 洛氏那边 已经掌握了严总 挪用公款的证据 这个逆子 就会给我添乱 快坐 你先坐 看来 想拿回 洛璇手里 严氏的股份 就只能把白家家交出去 小张 带我去一趟洛家 好 洛爷爷的房间 收拾得差不多了 你以后啊 就安心住这儿吧 人老了 就特别念旧 我和老洛 好歹是好几十年的交情 来看看 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 敏少爷 你怎么也来了 是我让敏锡来帮忙的 我打算以后就住这儿了 听说 你成了我们 严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是这小子 给你出的主意吧 不过 严之锦 从我这儿转走的股份 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我有权要回我的股份 也不会连这点 法律常事都没有吧 可是这样的话 严之锦岂不少被送进监狱 我劝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我欠你的 会还你的 但是你要断我们严家的后路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严奶奶 严总从小到大 一直受您的影响 今天她走到这一步 也是她咎由自取 而陆璇也只不过是 帮您教育了一下的 我孙子也是受到了 白家家的蛊惑 我们也是受害者 这样吧 我把白家家找出来 把欠你们的还给你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就请您先回吧 我们还得继续收拾屋子 严奶奶 没事吧 我送你回医院 张叔 严奶奶让我来接你 上车吧 你怎么偷吃啊 怎么样 是不是很难吃啊 好吃啊 我尝尝 你干嘛 那我尝一尝吧 不行不行 我自己都给我吃 不能吃 你别怪我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白家家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 给我发位置功行 我们要不过去找找 万一出事了 不许好 你要干嘛 敢想想 严奶奶对你不错吧 你为什么要骗她 我不是故意骗她的 我错了 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这是你诱导 严知景犯下的错 签了这个认罪书 我就放你走 对了 还有你从严知景 那里骗的钱 全部都得还回来 我不签 你们这是让我 下半辈子在经历里过吗 没有那么夸张 你签了这个认罪书 在里面也就待起你 等你出来之后 你会得到严实集团 百分之一的股份 这百分之一的股份 也可以保你 下半辈子一事无忧 还能投资做点小生意 严实集团的股份 你们自己信吗 再说我从来 没有诱导过任何人 都是严知景的错 凭什么要我来承担 喂 家家 别说 那好 那你就自己 在这慢慢想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再跟我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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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轩 这什么事情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白先生 你怎么了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救我 干什么呢 这里是封城晚报 我们接到内部消息 封城三大集团的严氏集团 因涉嫌非法性交 偷税漏税等一系列队形 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在 严氏集团内部 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此次事件可能会 颠覆封城商业圈的格局 事件的后续进展 我们会持续減进 希望大家关注 张兄长 您身体好吗 原来这套 我听说严氏集团事情 省清都已经知道了 这我可帮不了你 问问别人吧 孙台长啊 您能不能帮我封锁一下消息啊 我不想 让严氏集团的事情 闹得全程皆知啊 我一猜你就会给我打电话 可是贵集团的事情 那不是一个人报出来 这里面涉及到民事 弱氏集团 我也只稀有余而立不足啊 奶奶 你这个逆子 我一辈子的心血 都毁在了你的身上 逆子 都毁在了你的身上 奶奶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 奶奶 奶奶你别吓我 护士 护士 严总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节目 你在干什么 深小姐吩咐的 她说让我把你的东西搬到旁边办公室去 我是董事长 你是我的助理 你只能听我单摆 抱歉 严总 不 你现在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严氏集团的董事长 现在是申银河 你说什么 申银河 这 这是 离婚协议书 你要给我离婚 签字吧 不签 不签字也行 我就把你能用公款的罪证 交给警察 你在说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 我现在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骆小姐不起诉你 是因为她对你还有感情 我们老大要是生气了 后果可就不一样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自己选择吧 雪儿 骆雪儿 就算了 你 就是 帖子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的仇恨了 以后颜色集团的事情 你也不要来插说了 敏锡和洛璇那边我会帮你求情的 密码是你生日 对不起 银河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毕竟 是一家人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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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一直保护我 我以后就叫给你啊 其实颜色还是很有潜力的 而且和我们落实还有很多的合作项目 只要咱们这次帮了他 以后我们俩就联合起来 一定可以越来越好的 行行行 谁让你是我的外孙儿子 还是你的对我最好了 哎 不过我跟你说 这是最后一次 若萱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放下仇恨 比我预期的快了很多 难能真的放下呢 不过是放过我自己罢了 我不想变成我自己讨厌的样子 那颜值想要一直不跟你离婚呢 对了 你为什么把你在严实的股份 都给申银河 现在已经成案落定了 也没有什么事值得我去操心啊 唯一一件可能就是 恋爱电车项目了 我把林安和林渊 派去负责申银河了 我想让银河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 爱玲啊 嗯 你是不是对申小姐有意思啊 你别瞎说啊 我哪有啊 人家申小姐都说了 叫搬家公司的人来搬 你还自告奋勇 把我也牵出进来 这不是公司机密吗 怎么能让别人来搬呢 万一要是被窃局了 或者怎么样 你你你你付得了策吗 你可真能瞎别人了 真辛苦你俩了 累坏了吧 哪有 比如说这点东西了 就算是把整个严氏集团搬过来 都不在话下了 好啦 多了吧 快来吃点东西 来来 走走走 能不能好点死啊 你慢点吃 不够我再点 嗯够 真的谢谢你俩了 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过来帮助 你们放心 以后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 那客气什么呀 沈小姐 毕竟这一路啊都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 就算不要工资啊 我们也会帮你的 不要工资啊 你干嘛呀你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 注意格局好不好 你们快点啊 还有你 那个搬完这个 过去把那个箱子那些给搬走啊 嗯 赶紧的赶紧的 你们干什么 干嘛搬我加东西啊 少爷 搬家公司的人是我叫来的 将我已经付过了 法院的人过来说 别墅被查封了 让我们赶紧搬走 少爷 这么多年来 感谢你们家对我的照顾啊 哎呀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小心点小心点 你肚子怎么这么大呀 气死我了你 少爷 我想见你一面 在奶奶之前的火锅点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 你最喜欢奶奶做的火锅了 那天 是洛爷爷带你来的 哎 就坐在那个角落里 再没好的回忆 时间长了 就淡了 雪儿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继续保护你 如果你来是跟我说这个的话 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 哎 雪儿 雪儿 雪儿你别走 雪儿 放开我 雪儿我们谈谈吧雪儿 我说你放开我 你听见没有 你想跟我谈什么 我要谈死 谈不要离婚 还是谈爷爷 雪儿 我不是 你又想说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是吗 爷爷在天上看着呢 雪儿 有关 我 我 我知道你对洛爷爷的感情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你要相信我不是有意的 想我求求你 放过我 你不过你自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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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我们林总 乐总 一起为我们揭开天使的面纱 倒计时 三 二 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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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你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哦 原来今天做的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也没准备什么饭菜了 不然咱还出去吃吧 想尝尝你的手艺 外面都吃腻了 就是安琪 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 那说好 别嫌我做的难吃啊 不会 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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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谢谢 ischisch快乐 是 你是你的姑娘她爱你 让她逅记的世界 zij στο爱 日直在她 害我 joyful min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原着姐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雪儿 生日快乐 谢谢 我 我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 这个生日礼物是不是很意外 这应该是我送过你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 人总是在失去后才学会珍惜 我也是 我发现 没有我 你过得更快乐 就像你说的 爱你不一定是要拥有你 让你自由 让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这样常识到眼前 想说的话再说一遍 对不起大家 希望 没有打扰到你们的兴致 眼泪混杂着思念 痛不心跳的柔软 我没想到他放到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过我 但我知道 他现在肯定很内疚 幸福的定义本来就很模糊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自己的灵神 或许我还是希望是现在这样 我经历了 才会被你强大 珍惜眼前 怀念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